看這個維多利亞的海景 有火爐 香港 這裡的環境 多高級 這裡就是什麼酒店 是什麼酒店 君越 是不是君越 這裡就是君越酒店 有一個Lobby 走出Lobby的海邊 就有這個酒吧 在桌面有一杯 加士伯 不知叫什麼 1664 接著有一杯黑啤酒 這些我一輩子都沒喝過 接著我這杯就是Lime的Margarita 我今天有黏飲黏吃 黏我的客人 他們就說要來這裡喝東西 不關注我 好 我就在這個 哇 這間酒店Lobby 附屬的酒吧 就叫The Bayside 裡面的飲品 哇 真沒說笑 很貴貴 我這杯Margarita Lime味108 哇 糟糕 這杯呢 這杯不知什麼 166 不知188 什麼4 98元 這杯厲害 這杯有黑啤酒 這杯Guinness 都是98元 我雖然說很貴 我客人說不貴 哪裏喝都要 我真的很少出來消費 為什麼我的錢這麼難賺呢 因為那天我想到了 我的錢要賺我的錢 首先要令我感動 啊 這樣是不是很難處理 哇 這個真的體驗 世事無絕對 只有真情趣 這個Guinness 最初我建議客人喝 因為沒有很多人會無緣無故叫黑啤酒來喝 因為黑啤酒確實是很難喝 但是呢 為什麼還可以風行到今時今日呢 就應該有他的道理 是我不明白而已 那我就覺得我客人沒喝過呢 我真的推薦他喝 那他最初喝呢 他說很難喝 就是有些 他又沒有說很難喝 他很有口德的 那他就說 都有點濃 有些苦 那我就說 那真的是不是很難喝 啊 竟然他推薦他朋友呢 就點一杯 他自己再來也都很難喝 Bloody Mary 就來了 沒有點理啊 後面播的歌呢 哇 真是有水準 一杯在這裡 那我就試一下這個Guinness 是什麼味道 這個是我 這輩子第一次喝這個Guinness 有它的深度 Guinness是喝下去的 是很濃的麥味 它真的不像啤酒 像什麼呢 可能這個鏡頭呢 不可以 justify 到這裡那個改景 你們like這個video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